一點點斗粒掛在牆面上 配上溫暖的燈光點綴 這裡的越南風帶了點都會時尚 雖然是平日中午 用餐時間一樣是人潮滿滿 酸辣火車頭是來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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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料理最經典的河粉上桌 色香味俱全超誘人 還沒動筷子 手機就趕著先搶拍 拍夠了才捨得大快朵移 酸辣湯頭跟Q彈河粉 表面鋪滿了半熟的生牛肉片 入口就是爽快的滋味 它就是生牛肉放下去然後熟 所以它的那個牛肉比較嫩 然後它的湯頭也做很好 然後它的這個麵質比較Q 滿Q的有滑 然後我覺得它不會像 一般外面的那個越南河粉 它煮的就是很軟 它是帶有點 有點比較咬勁的感覺 它不會辣 可是很好吃 很順口 招牌河粉的好吃關鍵 就藏在湯頭裡 看起來紅通通 但藏起來卻是微辣 用燉煮超過六小時的 牛骨高湯為基底跟牛膝一起熬煮 我們的湯裡面會再額外 再加檸檬進去 然後還有很多的香料 吃起來比較更清爽 在碗裡依序擺上河粉 熟牛肉 生牛肉 跟牛百葉 牛筋 牛丸 接著燒得滾燙的湯頭 直接淋上去 生牛肉瞬間縮緊 被熱度催熟成粉紅色 擺上滿滿洋蔥 蔥花跟香菜 河粉吸附湯汁的酸辣 耐嚼又夠味 生牛肉片更是入口即化的柔軟 除了酸辣以外 鹽味湯頭也是很多陶客最愛 鮮甜的肉香在舌尖綻放 我們跟市面上這些越南的餐廳 最大不同就是我們主打的是 美式越南河粉 用的河粉是來自越南的 清香也是來自越南的 然後我們也搭配式拉茶醬 這個辣椒醬也是從美國來的 那這完整呈現的 一碗最大倒立的美式河粉 除了湯的做法 炒河粉也是必吃的一道 但炒到起泡 再放進河粉跟醬料大火翻炒 美味秘訣就藏在獨門醬料裡 醬油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混合很多南洋的 那邊來的醬油 所以不只是一種 單單的醬油而已 是其實在淋的時候 那個醬油是混合三到四種 味道是很豐富的 炒的火候也很重要 時間跟油溫掌握得掐到好處 才能帶出河粉的米香 最後放上大量蔬菜 翻炒起鍋撒上堅果增加口感 濃郁醬香跟青菜的爽脆 交織成最棒的口感 而且在這裡越南菜種類特別豐富 代表性的品項 這裡幾乎都吃得到 越南三明治部分 裡面的使用的豬排跟雞排 是用我們的蜜方來去醃製過的 對 所以跟市面上 你所吃到的越南三明治 其實一道不一樣